這件衣服是露肚肚的 謝謝佳豪的真情告白 哈囉小千晚安 我今天看到有一家 有一家診所叫小千醫師診所 是小千開的嗎 哈囉薇如晚安 謝謝薇如的LOVE 打光了之後發現我今天 眼妝好像有點下手太重 會不會 會不會 要不要弄淡一點點 在吸門嗎 不是 我今天在路上看到的 那個有分店的嗎 這是什麼髮型 這是小惡魔的髮型 惡魔角 惡魔角 眼影有點明顯 用淡一點好了 我不想一下手太重 變成一個好瘋的樣子 好像 有用嗎 有用嗎 有比較好嗎 好像有 啊不計較 有嗎又比較好 不小心下手太重了 不小心下手太重了 哈囉苦味洋娜晚安 謝謝家好的新知貫 小海台晚安 彼得潘 每次穿綠色就會被叫彼得潘 這件現在是我的衣服了 因為奶奶她她不要她給我的 鹿野晚安 哈囉卡丘 謝謝小海台的LOVE 謝謝楊鼠的新知貫 她以為是長頸鹿角 也可以啊看你把它想成是什麼角就是什麼角 想像力是你的超能力 謝謝蘿莉郎的夢幻煙火 蘿莉郎的頭貼換成五年前的Mina了 哈哈哈哈 哈囉爸爸晚安 謝謝熊熊的新知貫 哈囉黑雕晚安 小千是惡魔角 小千也可以試試這個髮型 你頭髮夠長應該可以吧 謝謝坤坤的新社選票 謝謝熊熊的豬豬鳥 家旦晚安 謝謝米酒的新知貫 不過旁邊雜毛有點炸 因為我今天在外奔波了一天了 所以它已經有點炸開了 我的走跳 在外走跳 這個髮型蠻難維持的 除了要噴很多髮膠 不過我是沒有噴任何髮膠的 所以可能現在會有一點點炸 請大家見諒 我已經走跳一天了 謝謝富偉哥的石頭 咪老大在外走跳 沒錯 在外走跳 頂著惡魔腳在外走跳的惡魔 我是惡魔 謝謝富偉哥的剪刀 今天衣服的造型好特別 很好看 我喜歡這個設計 這叫荷葉邊 謝謝阿奇蘭的新知貫 哈囉天天 勇猛 勇猛晚安 謝謝季風亮的應人棒 哈囉何景喵喵 威哥威哥晚安 倉鼠後巡視霞曲 什麼巡視霞曲 謝謝晨晨送我新知貫 威哥 我想看巴巴的鮪魚肚 我喜歡吃鮪魚 哈囉夜蘭晚安 謝謝妮可送我巨蟹寶寶 唉呦 是不是要下雨了 一直家裡有白蟻飛來飛去 就可以 來 謝謝咖波貓的巨蟹寶寶 咖波貓是不是那隻藍色的 那個很可愛耶 沒有關窗戶嗎 有啊 我們家窗戶 有關著 也有裝沙窗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都會有那些白蟻啊 蜜蜂飛進來 都不知道從哪裡飛進來的 哈囉草莓醬 晚安 這個天氣開始出現飛 真的不知道從哪裡進來的 好奇怪 咖波貓會吃狗狗 真的假的 貓會吃狗喔 哈囉國術晚安 我想吃巴巴的肚子 我想要吃鮪魚 生魚片 小千都綁包包頭 夏天很涼爽啦 包包頭 窗戶的縫隙鑽進來 真的很厲害耶 蜜蜂那麼大 從哪裡的縫隙可以鑽進來 好厲害 衣服很復古的感覺 對啊 我今天是走一個復古風 復古風 所以就綁了這個髮型 讓自己看起來沒那麼復古 有點復古中帶一點小俏皮的感覺 大家喜歡吧 謝謝歐雄追蹤 哈囉 小薇晚安 咦 哈囉人生只有走跳 人生 有追趕跑跳泡沫 謝謝阿起來的祝祝你喔 場景露童 每個人看都不一樣的動物 很有趣吧 冷氣機有時候會突然有鳥竹草 我們家這是一個生態群 小豬耳朵晚安 哈囉農媒阿蝦晚安 我看到 因為最近我們不是出了那個 生血針 是畢業記得 最近很多人畢業喔 然後其實我看到很多人的留言 留言就說 穿這個畢業的學士服 算不算幫Mina圓了一個心願 對 因為大家應該知道 這是我大學 學業沒有完成 然後就為了追夢想 所以來到台灣 然後其實 本來我這個 年紀 我的同學他們都是今年畢業的 所以其實 看到他們都會PO一些 穿學士服的畢業照 然後我就會覺得 自己沒有辦法畢業 會覺得有點小可惜吧 但是 但是學士服我是 五年前五專畢業的時候 我就 我就已經 有穿過了 所以我 我不是沒有穿過學士服 所以我就 怕大家誤會 我就趕緊翻了五年前自己那個 拍畢業照的時候 穿的學士服照給大家看 而且剛好那時候的髮型 頭髮的長度 剛好跟現在差不多 差不多到鎖骨這個位置 然後瀏海也是一樣 原來PO現實是這個 對啊 因為我看到大家的留言 就是 大家好像都誤會 Mina大學沒有畢業 所以這輩子都沒有穿過學士服拍照 沒有啦 我五年前五專畢業的時候就穿過了 所以對我來說 嗯 就學士服有沒有穿是無所謂 我 我穿過了 對 只是比較小可惜的部分 是大學沒有辦法畢業 然後還有 我一直很想要去日本 就是 留學 交換啦 交換學生 結果 這個夢想也不能 小小夢想不能達成 不過當偶像是一個更大的夢想 所以 為了更大的夢想捨棄小小的夢想 我覺得是可以的 謝謝夏爾的大聲說愛你 看到同學今年畢業五位雜誠 對 但是我覺得 我不會難過啦 因為這是我自己選擇的路 而且我也是成年人 然後對自己負責任 五專畢業是穿學士服 對啊 因為其實五專 五專畢業就相當於 唉唷 那個飛魚一直 擔擾我直播 五專畢業其實就是 復學士學位 所以我們也是穿學士服拍畢業照的 就是 跟一般高中不太一樣 我們平常上課也不會穿 什麼高中制服 所以我其實對高中制服有一種 會有一種遐想 你們會嗎 對JK女高中生制服 會有一種遐想 因為我沒有穿過 五專真的就是比較 像是大學一樣的體系 所以雖然我大學沒有畢業 不過 五專 五專算是過了半個大學的生活了吧 夜空晚安 Mina跟五年前長的一樣 其實我也覺得差不多耶 就是看照片的時候覺得 哇賽歷史真是驚人的相似啊 就是 而且頭髮長度還剛好跟那時候一樣 五專就是四季 沒有喔 五專跟四季不一樣 對五專跟四季不一樣 四季是大學 八八高中當過JK 誰高中沒當過JK 高中就是JK啊 女士高生啊 除了男生之外 有經歷過高中的人 都是JK啊 但是我是意外沒有經歷高中的 對 所以我大學的時候 我很喜歡那種學院風的打扮 因為我沒有讀高中 我沒有那種穿制服的體驗 所以我大學的時候 每天都是穿那種 有點像是制服的那種 穿著學院風 然後也比較不用煩惱 每天要穿什麼 因為大學就是很 很free嘛 然後 每天要煩惱 穿衣服也是很麻煩 所以我都乾脆 每天都穿一樣的制服 我自己給自己的制服 哈囉阿德爾 生晚安 對啊 武專畢業是穿學士服 沒錯 盤菜晚安 宏偉好久不見 國中還沒有辦法體驗到學士服 沒關係 以後會有機會的 而且 欸 明天小微國中畢業喔 那很棒耶 開始放暑假了 開心 國中畢業就代表快要高中了 快要成為JK了 我很喜歡高中的制服耶 我覺得很少女感 要珍惜 因為我沒有體驗過 今天的米打台突然好感傷 有嗎 是因為背景音樂的關係吧 武專可以插大 沒錯 雖然我當初也是 也是 考插大的 只是 插大成績結果還沒有放榜 我就先收到澳門那邊的通知 所以我就 我就 選擇了澳門 因為 畢竟家人在澳門 所以 還是想念我的家人 就是 家人在身邊有個照應 你 也得到愛情的失智症嗎 什麼 爸爸要換什麼 爸爸JK的照片嗎 好啊 我想看 哈囉 壓晴晚安 誰是在教你 JK JK是JK嗎 還是是別的縮寫啊 高中制服 高中制服 只是換國中裙子顏色而已 喔 因為是直升的 所以沒有什麼差 不過我覺得直升也蠻好的 直升的話 感覺那個 那個 課業壓力不會那麼重 直升通常會比較容易 一點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不太確定 為了足夢回台灣 對啊 就是為了追夢想 所以我大學沒有畢業 就回台灣了 然後也 所以那時候跟爸爸媽媽 鬧得不太開心 直升就保證有得上 不一定喔 直升不一定很廢 要看學校喔 直升也有很不錯的 像直升的話 也要你在該校室成績好的人 才讓你直升啊 那如果你成績更好 可能全國前幾的話 那你當然可以選擇更好的學校 可是如果你在學校算是 中上程度不錯的 那直升就是蠻好的選擇 謝謝太空的玫瑰 對啊 所以直升不一定不好 升學高中的直升很厲害 對啊 只是我那時候選擇讀武專 我那時候選擇讀武專 喔 我記得我選擇讀武專是跟 是受我們班導師建議的 而且因為那時候 國中的時候 大家也知道國中發生了一些事情 所以 因為 討厭我的那個女生 她就是 跟我上了一樣的高中 就是我們考的成績差不多 我跟她考成績居然差不多 所以 對我都講說 有時候覺得自己真是沒用 怎麼考這樣 就是一個混混 一個小混混 平常感覺都在混 可是考試成績卻蠻好的 這樣子 反正就跟那個人上了同一間高中 那我那個成績也可以上 不錯的武專 國立的嘛 所以反正就 老師就建議我 不然就讀武專 不然高中又要遇到 這樣不太好 然後老師就跟我說 他覺得武專蠻好 雖然從很多年前 就一直有人說 武專要被廢掉了 武專要被廢掉 講了不知道多久 十幾二十年 我上網爬文 從十幾二十年前 一直有人在雅虎發問 聽說武專要廢除了 是真的嗎 那我要讀武專嗎 然後結果問了十年 我想說 根本就沒有要廢嘛 所以我就去讀武專了 那時候也覺得 其實讀高中的話 就是你還沒有想好自己未來要做什麼 所以就讀高中 可是我的話 我就是對文學 我對文學蠻有興趣的 所以那時候就想說讀武專 學一技之長也比較有用 國中畢業前吵架的同學 高中還同班 那後來有沒有因為同班和好啊 文學家 我不算什麼文學家啦 沒有寫什麼很有名的文學作品 雖然也不一定 文學這種東西啊 就是有人欣賞它的話 我覺得就可以稱作文學 就是看有沒有人願欣賞你的作品 當然我自己的話 我對於寫文章倒也還好 我是很喜歡閱讀別人的作品 但寫的話我還好 我比較是那種 算書呆子型的嗎 就是可能 比如說那時候是考學測嗎 有定一個作文題目 我可能可以寫的 寫的不錯 可能拿個五六級分這樣子 但是 你沒有給我題目 你叫我自己突然憑空 蹦出一個什麼東西 我就是比較 沒有那個創意 我比較是那種死板板的 書呆子 我真的覺得我是個書呆子 書上教什麼我就讀什麼 所以我文科比較好 文科就是很輕鬆嘛 文科就是背多分啊 你只要背就好了 男生唱那種什麼 理化 然後 數學那種 有時候提醒一變換 我就 這個小腦袋過 轉不過來 所以我真的 數理很差 但是你要說我 為什麼歷史不好 這就是 我不想背 歷史真的很複雜 背不起來 就是我真的對文學比較有興趣 歷史也 有點懶得背 或者是考試的時候 考試前輩 然後考完師馬上就忘記了 理科會基本上就不用讀了 所以很羨慕樹理好的人 是不是 他們就很輕鬆 歷史當故事在念 如果現在再給我一次機會讀歷史 我一定會好好讀 我以前就是對歷史太過抗拒太過排斥了 一直不願意去讀 可是現在的話 反而會覺得 了解台灣人歷史 好像蠻有趣的 就是果然難怪為什麼 小時候爸爸媽媽很喜歡 帶小朋友去一些什麼博物館 然後小朋友去都 根本都不想看 就想說好無聊 我想要離開這裡 然後 學校的那種校外教學 還強迫我們要去看那個什麼 博物館 然後寫心得 然後就搞到 我們都覺得很煩 就是為什麼學校出這種作業 然後叫我們去看很無聊的展覽 根本不想看 可是長大之後呢 我會自己想去看耶 就覺得 欸 明明就蠻有趣 為什麼小時候不懂 對 這就是小朋友不懂大人的世界啊 然後大人就覺得很有趣 我要帶小朋友去看 了解歷史有沒有 那都是故事 但小時候就不懂嘛 長大了才知道 如果我小時候也這麼好學就好了 長大以後才明白 啊 以前都是為了考試去讀 對啊 以前因為在學校就是怎麼講 課業壓力很大 而且你要讀的課目很多嘛 以前 國小最多的一次考試 就可能考個六七科的 很多很多 然後你就會覺得很煩 那最終你當然會對自己 有興趣的那個課目特別喜歡 所以我覺得 嗯 人要發覺自己的興趣還是很重要的 像我以前就是對文科特別有興趣 從以前都是啊 對文科特別感興趣 所以就會很願意花時間去看 就像我小時候還沒有上學 因為我是 幼稚園我只讀了半年 就是大班的後半年我才去讀 因為我那時候沒有申請上 國立的幼稚園 然後私利托的所大家都知道很貴嘛 所以 所以 我那時候幼稚園只有上半年而已 就是大班後半年 而且那時候因為已經 快要讀小學了 已經 就是找不到幼稚園可以 只讓我讀半年 找了好久才找到有一家幼稚園 願意讓我只讀半年的幼稚園 所以才去拿書啊 還一背就背了五年有沒有 沒上幼稚園是媽媽帶嗎 算是吧 算是吧 因為我媽媽以前是做縫紉的 那縫紉的話就是 她要去工廠拿布 然後就是在家 我們家有縫紉機 所以她就會在家 車衣服這樣子 然後也順便 顧我 顧我這個小鬼 然後我 我沒事的話 因為我媽媽也是那種成績不好的 哈哈 她的數學很差 然後地理歷史也不好 欸 車衣服媽媽到底哪一顆好 她沒有一顆好耶 完蛋媽媽直播 結束後打電話給我 反正我媽就是成績不好的那種 而且現在已經 她已經五十幾歲 她都已經忘光了 真的啊 每次問她什麼弟弟 她就不知道啦 都已經幾十年前 誰還記得啊 可是我覺得她就 可是我爸說我媽從以前成績就不好 所以她一直說 她一直推託說 是她已經隔十幾年沒有 不只十年 幾十年沒讀書 所以我忘記了 可是我爸就說沒有 她從以前成績就其實不好 什麼爸爸換好頭貼了 欸 跟現在差不多耶 好青澀喔 反正我媽媽就是 她也成績也不太好 所以她也不會教我什麼 那我就自己在家就是 翻字典 我有說過吧 我小時候的興趣就是翻字典 就是無聊就會看字典 因為姊姊去 我幼稚園的時候姊姊一定在上國小 然後她國小好像 不知道是入學禮還是什麼兒童節禮物 學校就會送那種字典 應該人手一本吧 然後姊姊拿字典回來之後我就 我就覺得哇 因為我沒有讀幼稚園 然後我看到字典就很興奮 很興奮 覺得哇好好玩喔 就是有很多沒有看過的故事 對啊 人手一本啊 而且越來越多 大家讀完國小 大概每個人至少會收穫三本字典吧 那時候家裡就差不多字典 而且每幾年就會改版一次 所以又會出新的 然後字典就越來越多了 反正那時候我沒有去上課 然後我在家就覺得字典很有趣 所以我其實在上國小之前我就已經 認識蠻多國字了 因為我覺得看字典很有趣 我就沒事就會翻字典 字典都越買越大版 真的因為小本字典其實有很多字 就是那種比較難的字收入不到 對知識的渴望 對啊我小時候就是一個好奇寶寶 每天都有一萬個為什麼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問到我們全家有沒有人要理我 我很煩問題很多 然後後來去上了幼稚園 我那個幼稚園是上 租辛酸的一個幼稚園 然後 去了之後就學了租辛酸 然後就覺得超好玩的 然後平常假日的休閒活動呢 就從 看字典變成租辛酸 每天在家打算盤 就覺得超好玩的 那就是我小時候的休閒語歌 過得好快樂耶 哈囉智翔晚安 問到沒人要問你 我真的啊 真的是問到沒朋友耶 一開始 問問題的時候 爸爸媽媽可能還會很耐心的回答你 可是問到後面已經太 太煩了 我覺得我小時候很欠揍耶 就是那種 問題超多 已經是為了為什麼而問為什麼的 為什麼 天空是藍色的 那 為什麼藍色叫做藍色 為什麼 為什麼叫做為什麼 然後都沒有人家理我 說了問題很多耶 最後叫小孩走開 沒有 我爸媽應該都直接忽視我吧 我也忘記了 反正我小時候真的很多問題 十萬個為什麼 就好奇嘛 為什麼 為什麼 Mina會阿拉伯文 可能也是小時候看了什麼吧 不知道 Google幫到我 沒有啊 小時候根本就沒有智慧型手機啊 那時候爸爸媽媽還在用那種黑白機耶 以前都沒有智慧型手機 家裡也沒有網路 我們家是到什麼時候才有網路 好像到我國中二年級的時候 家裡才裝網路耶 而且是裝那種最便宜的 超慢速 然後那時候同學好像很流行 玩什麼 爆爆網啊 風之谷那些 線上遊戲 然後都很好玩啊 我也好想玩 可是我們家的網速太慢了 超慢了 然後點到下載那個遊戲 然後他就顯示 可能還要再等 四百小時 四百小時 然後結果我就超想下載 然後放了 放到第二天還是四百個小時 就算了 電腦都沒關機一天 然後他還是四百小時 根本就沒有動 完全下載不了 所以我就 我的童年就沒有玩那些線上遊戲 不是我不玩 因為我下載不了 然後久了久了久了 對那種遊戲也比較無感 所以我其實 我沒有玩過什麼遊戲 然後 像手遊那些我也 我也不太愛玩 就是 我有興趣想要玩那個遊戲的時期 已經過了 我小時候很想玩那些遊戲 可是我玩不了 下載不到 所以 以前比較閒嘛 到長大 科學壓力越來越大 那麼 誰還有時間在那邊玩遊戲 好啦可能有些人就會把遊戲當作 休閒 可是因為我已經 就是 過了想玩的那個年紀了 所以就 對遊戲比較沒有興趣 謝謝詹先生 Kiss Juju 好哥晚安 上網需要打電話嗎 不用不用 他是自動連線的 一個月後還是四百小時 可是我們家那個電腦 他如果放一天不開機 你第二天早上摸他很燙 因為以前的主機是很大一台的嘛 以前的主機很大一台 然後他很燙 會發熱 有時候不小心放著忘記關機 然後第二天就 哎呦怎麼那麼燙 四百是個舉例啦 我也不太記得準確時間要多久 反正就是要等超久 而且放到第二天他也完全沒有變化 播接網路 我不知道那叫什麼 寬屏嗎 還是什麼 是我想要的 會用來玩接龍 對啊因為以前我們家不能下載遊戲 所以我平常 如果要玩電腦 也是玩那個什麼 接龍 新接龍 連環新接龍 大概就這些 還有彈珠台 就是玩那些不用上網的遊戲 但那時候 就已經覺得很好玩了耶 我小時候最愛玩的應該是 應該是新接龍 我以前最喜歡玩新接龍 大家知道接龍新接龍 跟連環新接龍差別嗎 你們有在玩嗎 就是在沒有網路的那個 年代來說真的是 已經很好玩了 採地人我沒有很喜歡玩 因為我每次玩很爛 我都看不懂那什麼意思 然後每次玩一下就輸了 超弱的 彈珠台我以前很喜歡 可是 自從接觸了排類遊戲之後 覺得新接龍很好玩 接龍的話 這時候 玩一玩很容易就死掉 所以不愛玩 比較喜歡玩新接龍 為了玩傷心小戰規則研究好用 傷心小戰好熟悉喔 那是什麼啊 那也是不用網路的遊戲嘛 你以為全就是你想要 哈囉子 說晚安 踩地雷超好玩 踩地雷是厲害的人會覺得很好玩 可是我完全不懂 我看不懂他那個數字什麼意思 我就很笨啊 我到長很大了之後才 才知道他那個數字是指周圍的那個什麼炸彈數 可是我覺得還是很難玩 去國外沒有網路的時候會玩 現在的話 因為我接觸樂器了吧 所以沒有網路的時候 只要給我一把琴我就可以很開心 自己彈 什麼 家豪小時候都玩GTA GTA是什麼啊 怎麼感覺好像很高級 什麼爸爸最近手機遊戲在玩接龍 你也喜歡打牌 啊接龍是那個嗎 神差野的那個牌騎嗎 好喜歡玩那個接龍 我前一陣子很愛玩 可是最近比較沒有 小千小時候都看書沒有電動可以玩 哇小千有那麼認真喔 啊長大怎麼變這樣 沒有啦開玩笑的 小千那麼認真 我小時候也很愛看書啊 那小時候的看書有點就是 為了被老師誇獎而讀書的那種感覺 就是虛榮心嘛 就是想要被老師稱讚 被老師表揚而讀書 小千是看小說 小說其實我沒有很愛看耶 因為我看小說看很慢很慢 我一定會 我沒有辦法像人家那種 就是速讀有沒有讀得很快 我會忘記那個 我看到沒有忘記前面講什麼 所以我沒有很愛看小說 因為我讀得很慢 然後現在的話我就 特別喜歡看的就是YouTube 就是很喜歡看人家拍的影片什麼 可是我其實看影片也很慢 就是一般人可能會放著影片 然後就這樣子 可能有一個人的聲音在那邊講話這樣子 可是我的話我看影片我是 我也是看很慢的那一種 就是我看影片 即使只是很暗眼的那種廢片 我都一定要很專注的在那邊看 然後有時候有一句話沒聽到我就會倒退 再繼續看 對我都超用心在看 所以我不敢看書還是看YouTube影片 就是都很慢 我不是那種 我雖然是有時候無聊打發時間看的 可是我會很在乎裡面的每一句內容 即使不是重要的話 國中都在數學課看金庸 那阿妮的數學好嗎 金庸的小說很多耶 看不完 空空空我是同類 空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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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小千小時候上課會偷看小說 那麼乖 上課偷看小說好像也沒有很乖 都是好好上課啊 但是我真的上課都超專心的 因為我國小的那個 座位都是照升高排 因為我以前比較小不點 就是班上最矮的那個 所以每次都坐在第一排 就是最中間 所以我都是最認真上課的那個 不能偷玩不能偷看 因為老師就在前面啊 一做什麼事就會被發現了 小千很會寫作文 真的嗎 小千下次寫一篇report 寫一篇report來看看 第一排講桌前反而更好睡 那個是特別做不一樣啊 特別做才是在那個 講桌前老師有時候死角看不到有沒有 可是第一排那個是老師剛好很明顯可以看到的 很會都看哈利波特喔 我比較喜歡看電影耶 就是比起文字 我更喜歡看影像 因為這樣我覺得 比較好記住 就是更能感同身受吧 我覺得文字 文字的閱讀就是更 依靠是讀者的想像力 就是你看文字你可以留給自己更多想像空間 但是如果是拍成電影或電視劇的話 就是導演想傳達給觀眾什麼樣的感覺 你就會就是你看到的這樣子 我自己覺得我自己是有點想像力不足 我就是想像力不足的書呆子 所以我沒有很喜歡自己想像什麼 有的沒的 就是你拍一下我就看 看電影常常會縮減小說更詳細 是沒錯啦 可是我就覺得 我只要知道大概就好 這樣可以節省我的時間 因為我看書很慢 而且小說通常都是又臭又長的 拍成電影都跟你們想的不一樣 小說我知道是比較詳盡啦 但是我就是 電影可以算是一個懶得看小說的人的懶人包 那現在還有更懶人包 就是已經拍成電影了 然後再給你來個 有沒有 古阿末 五分鐘 帶你看完一部電影 就是更懶人包 小說很容易錄迷 我好像沒有因為小說錄迷過耶 雖然我很喜歡文學類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文學 文學對我來說 是為了了解他們的歷史吧 就比如說我學語言是為了我要應用 然後我去了解那個國家的歷史故事 是 就是 只是為了 讓我更了解那個語言 所以 話說到底 我還是喜歡語言 就是 雖然是文科 文科有分語言跟 文學歷史這一塊 但是我也說過我歷史不太好 我主要還是比較 比較喜歡 學外語這一件事情 之前在日本買的日文小說回台灣完全沒看過 但不覺得如果在捷運上有沒有 突然拿出一本日文小說 會感覺 哇我整個人的level up 好像很厲害很chill一樣 不會因為看了電影想去看原著嗎 我想想喔 那要真的很喜歡的才會 但是我 我目前的經驗來說 我只有先看小說 然後再去看電影的經驗 我沒有用來看電影而去看小說欸 我都是先看 小說之後 然後覺得 有興趣 然後我就會去找他的那個電影想 之後就是會好奇 喔他拍的電影會是什麼樣子 日文小說店員都會問 要不要書背 書背是什麼意思 欸蘿莉朗跟我一樣看了原著喜歡才去看電影 耶 我們一樣 我們都一樣 但是我很少看小說啦 我算很少 算是很少看小說 哈囉情虎晚安 但是小說 就是要很多想像力啊 我有點想像力不足 哈哈 回到當初會叫自己填外文科 為什麼 是因為要犯罪偶像嗎 哈囉歡迎戰士晚安 日版人會把書包起來 不讓人看到封面 喔就是他們的影師吧 謝謝茄子的新主觀 你看 倚藏就是看完小說電影版上 話說我還沒有看過倚藏耶 聽說很好看 家豪也是喜歡語言喔 有時候就是覺得 有時候就是覺得 自己想的真的 往往會跟父母 給的建議不同欸 真的 但是我覺得我很幸運的是我爸媽 都還蠻尊重我的 決定 就是像我爸媽那時候是有建議說 我可以讀五專學一技之長 因為他們覺得高中可能現在 讀完也沒有什麼 出路 然後不如讀五專一技之長 可能比較有用還是什麼 他們建議我讀五專 但是他們沒有強迫我要讀哪一科 他們還是讓我自己決定 當然因為我那時候自己也決定不了 所以就問了班導師 然後班導師就建議我可以讀貿易科 或者是外文科 那後來就是 後來就是因為我 我其實有一點小近視嘛 然後我去 絲綁了那一天我就 我就看不到那個前面有哪些科系 因為我是很早就 就被抽到可以去絲綁 然後因為我看不清楚 然後我就隨便試了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外文 然後我那天沒有戴眼鏡 然後反正就讀了外文系 我本來還在 還沒有辦法決定好 但是這個就是有點陰錯陽殺 哈哈 因為勢力 我以前就是 近視但我只有上課的時候才會戴眼鏡 居然是這樣決定的嗎 哈哈哈哈 我本來以為 那一天還會有時間讓我考慮 結果殊不知屍綁那天馬上就到了 然後有沒有人可以給我意見 然後 對就是 太隨意了吧 不過我覺得很開心 我選擇外文 也是讀得很開心 謝謝茄子的真情到白 用丟肥標示決定 人生的關鍵就是眼鏡 所以告訴大家 近視要配眼鏡 因為我不是很喜歡戴眼鏡 我覺得我戴眼鏡不好看 為什麼念外文系會近視 真的 那時候外文系就排第一個 但是其實我自己原先有 有趙爸媽給我的意見 就是在猶豫要讀 什麼貿易科還是外文系 就是有在選這個 然後本來也有在想要讀企業管理 然後就是在那天在等 抽榜的時候 然後隔壁就有 一個熱心的阿姨 也是她陪小朋友來私房 然後她就聊天 然後就說 那你想要讀什麼科系 然後我就說 我還沒決定好講 然後她就說 我跟你講喔 我 我朋友還是我兒子 我忘記了 反正她就說 在念企業管理 她說 學的東西很多 我學而不經學的很雜 她說 絕對不要選企業管理 然後我那時候 本來有點想要選企業管理 就覺得好像會蠻有用的 有沒有 就是 就是 畢竟想學一技之長 企業管理 應該是以後 不怕找不到工作的那種吧 反正那個阿姨講了之後 就覺得 喔那帥了 那就少一個選擇 就在想 外文還是貿易 然後一直猶豫到最後 突然 我很快就被抽到 要去撕綁 然後我們到時候 沒戴眼睛 就想 國際貿易在哪裡 唉算了 然後就真的就 撕了外文 因為我爸媽其實沒有給我意見阿 他們給我意見就好了 我也是一個很難做決定的人 反正他們沒給我意見 我就隨便撕了一個 再雜也沒觀光雜 欸我其實覺得 幼寶科也蠻雜的耶 幼寶科不是聽說要學畫畫 學鋼琴阿什麼 就是各種手工藝 你要精通音樂 繪畫 說故事 各種 要DIY 我覺得幼寶科真的太厲害了 各種都要繪 我的主人沒錯 就什麼都要繪一點耶 我覺得外文科相對就比較 比較專精 就是真的只學語文 然後我讀了之後也覺得 我真的很喜歡語文 而且那時候為什麼會 沒有那麼快決定 是因為我有聽說 到時候如果你不喜歡你的科系 你是到 好像到下學期還是到二年級的時候 你可以申請轉系 所以其實那時候好像 有蠻多人 就是比如說 學校最好的一個科系是 是 國際貿易好了 學校最好的科系 那他的分數會比較高一點 然後有一些人可能 考不到那個分數 他就先選擇 比較 比較分數低的科系 然後到下學期 或是二年級 我忘記了 反正他就可以申請轉系 然後再轉到更好的系 所以那個 比較差的科系 就是比較 相對不熱門的科系 到二年級 就是可以轉系的時候 班上會少很多人 大家都轉系到自己想要 讀的科系 那我的話 一開始就是選 我想要的科系 轉系成績要很好 對 所以就是成績比較好 的人 當他一開始分數又不夠 他就會 在一年級的時候 努力一點 讓自己轉系囉 你的同學都轉到爛的系 為什麼 為什麼在好的系 要轉到爛的系 成績比較低的科系 會被當成跳板 因為有些人 很多人 都是在意 學校是不是國立的 是不是名校 所以不在意 讀的是什麼科系 所以就把那些 成績比較低的科系 當一個跳板 然後再轉比較喜歡的科系 或是一開始 考不進的科系 不過我覺得這也是一種方法 但是我的話 我就是 我 我一開始就是選擇 我自己想要的科系 所以我是沒有考慮轉系 這個問題 我是真的很喜歡外文 在意學校投錢而非科系 對啊 因為 畢竟你出去投履歷 那個老闆 都是先看你的那個 學校是什麼 所以我後來大學也是 我讀了外文系之後 發現我真的是 比較喜歡日文 所以我後來大學才決定 讀日文系 那時候讀外文系的時候 也知道 我那時候也知道 我們會學日文 然後只是學了之後 我覺得 好像 英文對台灣人來說 我 是 普遍大家都會的 即使你 可能 不是語言那麼厲害的人 但是 但是 你也多少會簡單的 英文 就是 繪畫 就是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這是簡單的英文 大家都行 可是日文的話 卻不是每個人都會 所以我那時候覺得 好像讀英文的 而且那時候 一般都是外文系的 然後每個人 就是在問 你畢業以後要做什麼 因為畢業前 學校會問那個 你的未來的志願 然後大家都是 我以後想要當翻譯員 或者是 機場相關的工作 對 但是翻譯員 大家也知道 翻譯員真的是超級難考 因為大家人人 都想當 翻譯員 讀外文系 每個都要當翻譯員 那你要怎麼 脫穎而出 這競爭很大 你真的要 翻譯翻得 非常的 遲早華美 如果是文學這種 紙本的 然後如果是 口譯員 你要反應很快 然後這邊進 然後這邊就 立刻轉化出 另一個語言 所以其實翻譯 真的沒有那麼好當 可是人人都想要當翻譯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 我還是轉日文好了 日文會的人比較少 這樣我競爭 相對沒那麼大 那我本身也比較喜歡日文 所以那時候大學才決定讀日文系 真的因為會英文的人太多了 我那時候也是想說 外文系畢業 那我之後也就當個機場地勤 也不錯 所以我就跟大家一樣 就是沒有想好自己未來要做什麼 外文系其實出路真的蠻少的 所以 就是我講的這些翻譯啊 機場地勤 空解 大概就是這些 而且機場的工作需要外文 翻譯 就這樣子 其他的話 還有什麼外文系能做 好像沒有 外文系真的出路太少了 大家都只是出於興趣 原來不是偶像系 偶像系誰能想像 誰能想像得到呢 我也不知道我能成為偶像啊 這真的是 需要天時地利人和 可是我覺得我有一點 天時 天時沒有和 地利也沒有和 人和了而已 就 就 上了這個徵選吧 可是那時候我人在澳門 那時間也不對啊 地也不對啊 還要花很多機票錢回來 但是我還是為了我的夢想 對 拼一波 都是緣分 因為我想做的事情嘛 我 我有說過嗎 就是我以前比較沒有自己的想法 沒有自己的主見 我就是一個書呆子 我就覺得把書讀好 然後爸爸媽媽看到 喔我成績也 就是 在班上不錯了 在學校不錯了 這樣子就很好了 可是我沒有想過自己未來要做什麼 然後讀了外文系也 只是跟著大家一起想說 喔我以後當個 去機場工作啊 去翻譯就好了 只是沒有太大的想法 只是覺得這是最穩定 最保險的路 可是突然 我從來沒有人生那麼強烈的 想要做一件事 事情過 可是 到我知道我第一階段的 征選 有 那時候是書面審查有過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一定要試 這是我第一次那麼強烈的想要做一件事情 我以前都是 什麼都可以 很隨和爸爸媽媽說什麼都好 可是我第一次就是真的那麼想做 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 我不做一定會後悔死 這也是緣分 對 是我自己的一個執念 所以我不後悔啊 雖然說 偶像真的不好當 大家都知道演藝圈不好走啊 演藝圈不好走 就像 我們可能會覺得YouTuber 他們很輕鬆拍拍影片 在家拍片 然後上傳這樣子 就 有薪水可以賺啊 然後 又 公眾人物 有很多粉絲喜歡什麼 可是其實他們背後也是付出很大的努力 所以 真的 當什麼網路紅人 那些其實也都不好當 樂團也很難混 樂團 樂團是更難混 樂團很難混講成越難 樂團更難混 我們還有隊友算是幸運的 對啊 所以我覺得 進入AKB的一個好處 就是 我不怕我孤立無緣啊 就是 我有很棒的團員們 我不怕一個人 就像 我一個人 我不會跳舞啊 可是 有團員大家都會互相幫忙 然後大家都很耐心 願意教我 所以 所以我可以繼續堅持下去 然後 我也可以 事半功倍 我一個人在教我 我在這邊練十年 可能還是個肢體殘長 也可能沒那麼誇張啊 自己練的話 肢體殘長 我不知道自己練需要多久 可是真的是因為有團員的幫忙 然後 有一些團員他們就是很會教人嘛 所以 我就是慢慢的被開化 肢體殘長 我是啊 我不否認我是肢杖啊 我記得我 一旦上選吧 我被 灌爆 我被罵爆 就是 大家都在說 有沒有大家 我當然還是有很多支持我的米粉 一直以來都在支持我的米粉 但是 也有很多 黑粉嗎 就在說 Mina舞跳那麼差也能競選吧 就是 在那邊罵 就覺得說 為什麼 為什麼我的推那麼好 為什麼 不是我的推上選吧 就是會有很多這種聲音 那 我看了 我都會看啊 然後我也是覺得 壓力很大 我怎麼可能看不到 我看得到 我覺得壓力很大 但是 就是 身為 公眾人物 就是 心理素質要很好 我自己覺得我自己心理素質蠻好 雖然有時候會突然爆氣 啊 變成生氣倉鼠 但是 我整體而言 我心理素質還是不錯的 就是 會讓自己 吸收 消化 就是不會 不會把負能量帶給大家啦 所以才是成長型偶像 只是成長型偶像 要看每根成長的速度啊 像我自己覺得我成長的好像滿滿的 像現在出道已經 一年多了 我才有感覺自己 真的有成長耶 在剛出道的那半年 我 我其實覺得 我常常都覺得我自己在幹嘛 我自己在幹嘛 我都不知道耶 就是 還找不到一個 對的 跳舞的方法 可是 就是會到某一天 你突然覺得自己好像 一覺醒來 當然不是一覺醒來突然開竅啦 謝謝玉安的新知貫 但是就是 不知不覺吧 前一幕的話 我自己也不知道什麼時候 反正 但是現在看以前表演的影片 都會覺得 我不想看 這個知障 就是 以前連 那種 踏步 看起來都感覺 就是整個 不知道是不會穿高跟鞋還是怎樣 就是感覺整個人一直往前傾 感覺快疊死了 就覺得很糟糕耶 可是現在完全 現在完全不會 就是現在看起來會覺得 以前的自己好笨拙喔 怎麼會這樣子 現在看 以前的自己 看得出很明顯的差別 以前連律動都怪怪的 對 以前完全沒有律動感 我現在也不敢說自己 跳舞多厲害 我不是舞蹈膽囊 但是 但是 比較開始知道自己在做一些什麼了 還有包括舞台表演的時候 欸什麼時候可以多做一些什麼 犯傻給觀眾之類的 應該有抓到一些訣竅 就像我一開始去澳門阿 就是雖然 雖然我爸爸媽媽媽 他們都是 會講廣東話 但是 因為我小時候就是在台灣 所以我完全 所以我完全 不會廣東話 謝謝孝賢的新知貫 完全不會廣東話 然後我那時候剛去 剛回去澳門的時候 我完全不會廣東話 我不知道 大家在講什麼 但是我就是 每天可能跟同學 聊天的時候 我可能在旁邊聽 我就只是在旁邊聽而已 但是我 我沒有特別去學 因為那時候學校有開放那個 廣東話的課程 就是給一些 不是本地的學生可以去學 我那時候有想要去 想是免費的 可是因為 太多人想要去學廣東話了 然後我 報名不了 我報名不了已經爆滿了 就是那種秒殺的票也很可怕 然後就這樣每天 跟同學吃飯了 然後就是 我只是在旁邊靜靜的聽而已 然後我還是聽不懂 就是那種鴨子聽了 你以為你聽了就會懂嗎 不會 你聽了 聽了一個月 你也聽不懂 可是就在某一天 就不知不覺 你某一天醒來 然後你突然發現 你好像聽得懂了 真的會這樣 我覺得好神奇 就是你沒有特別去學 但你有一天 你突然覺得好像開竅了 對 這很神奇喔 但是我還是不太會說 就說了還是怪槍怪掉的 因為很不道地 但是聽 因為廣東話的那個 什麼 八 九種 九種聲調 太難了 國語才五種 而且最常 基本上就是四聲嘛 輕聲也很少用 廣東話就是直接翻倍 你根本就不知道那個音調 但聽的話還是大概聽得懂 夢到什麼 沒有夢到什麼 但是你就是有一天突然 突然覺得 突然聽懂了 羅力郎也不知道什麼時候 會聽台灣人說話的 可是我發現我就是 港澳很多朋友 他們都是國語很好的 因為他們也常常 都是跟我講國語 然後我就說 為什麼你們國語很好 然後他們都說 因為香港澳門國小的時候 都會教國語 然後 然後還有那個 他們很喜歡看台劇 他們很喜歡看台劇 所以看久了就會了 可是因為台灣人比較沒有 沒有看 看港劇的習慣 所以可能廣東話就不太會 然後加上廣東話 聲調本來就比較多 國語沒有很好 但是雖然 香港澳門可能有很多 有很多國語很好的人 但也有一些可能覺得自己國語沒有那麼好的人 但是也多少可以講一點 只是看你愛不愛講 有些人就是覺得自己講的腔調很乖 就不愛講 可是 可是我是覺得 敢講是最重要的 狼哥說話都要想一下才聽懂 狼哥是不是平常也不太喜歡講國語 哈囉 鼠牛糊塗龍蛇 留言刷太快了 所以沒有看到留言 不好意思喔 是不是要看年紀喔 很多香港朋友講中文乖乖的 我覺得真的要看常不常講耶 因為我有些朋友的話 他們就是 可能有 他也有比如說台灣的朋友 他常常講他就會比較好 可是 有些的話 他就是朋友圈圈 全部都是講廣東話 所以他 突然叫他講國語 也會很別扭吧 就像我平常不講廣東話 你突然叫我講 我也很害羞 等下我講了又被笑了 我就不愛講 練貝斯也是突然有一天 就比較知道怎麼彈 真的嗎 我覺得貝斯不行耶 貝斯真的 樂器的話 真的要 只能多練習 沒有別的方法 自從錄了TTP 可能連平常打字都變成國語式 國語式是什麼 直接拿手機打字給小千看 蘿莉郎不行 這樣子你的中文會 會沒有進步 你要敢講 就是你講了一次 如果講錯了 你旁邊的人會糾正你 比如說你今天應該要說 呃 我 我是蘿莉郎 然後你可能中文不好 你就說 我是蘿莉郎 可能都會不太準 就是 廣東人很常會把我是 講成我是 就是講成系嘛 那旁邊的人如果聽不懂 你就 你說你是蘿莉郎 這樣嗎 那你聽了一次之後 你就知道 喔原來是 我是 這樣子 就是 你就可以學起來 然後你第二次講錯 你又記起來 第三次你就不會忘記了 所以我覺得要 你要 你真的要敢講 你就會記得 真的 學語言就是這樣 你不要害怕被糾正 你要敢講 而且其實台灣人都覺得 就是那種 口音不不要嘴也很可愛啊 狼哥真的這樣說話 學得很像 台灣人還是聽得懂 對啊 我覺得就是 稍微想一下 還是能聽得懂 所以不要害怕被糾正啦 語言就是這樣子 我有奧門牆 沒有我很台耶 我很台 一個月學會打鼓 太異想天開了嗎 我覺得不會耶 我有看過有一個 YouTuber在做一個 好像是日本人 YouTuber 他在做一個實驗 就是他 從零開始每天都練習打鼓 他一個月之後能變得多厲害 結果他一個月後 他真的每天都會讓自己 不知道練習一個小時 還兩個小時 然後一個月之後 他真的 就是可以打一首歌 我就覺得蠻厲害的 而且不是那種很簡單的歌 就是還蠻厲害的 但是你真的要每天練習 不能就是 可能今天很累 你就偷懶什麼的 因為你常常 就想說今天好累 偷懶一下 你就會有第一次 有第二次 第三次的偷懶 然後你就會 慢慢落後那個進度 所以我覺得 努力堅持就可以了 都跟港澳朋友講廣東話 不管標不標準照講 欸可是我講廣東話 我朋友都會笑我欸 他們很壞 他們都說你還是講國語好了 而且因為我 我就是有一點娃娃音 然後因為好像 港澳好像比較沒有 港澳沒有女生是娃娃音 我不知道可能是 從小的習慣就是 廣東話在學發聲的過程 本來共鳴位置就比較低一點 所以我就不知道他們怎麼那個 怎麼共鳴 反正我共鳴可能比較在鼻腔這裡一點吧 所以我講廣東話就是 他們覺得聽起來很奇怪啊 加上倉鼠音 其實我講國語也會被笑 我這邊好難過 我明明那麼喜歡學語言 可是因為我的聲音 我就常常會被笑啊 像 我太激動了 有點少瞎 像我從小到大都是會 那種 剛開學自我介紹 在全班面前 有的還要你上台 上講台 然後跟大家自我介紹 我就一直對上台有恐懼 因為我每次一開口 大家好 然後我一講話 大家就會 就是那種 藏不住的那種 就是驚訝 然後有的老師也會很驚訝 你聲音怎麼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很害怕 我不想要在大家面前說話 我就 所以我就一直有那種上台恐懼症 就跟我聲音有關 因為我 我小時候我在 超喜歡表演的 可是就是從 我覺得跟學校環境有關係 就是學校逼著我要上台 然後 我上台之後 我看到大家的 那種表情 就是那種很驚訝 就讓我對上台非常恐懼 我想說 我在家裡都是這樣子表演 我是潘家的歌手 我是小潘家的明星 我現在要唱歌 然後就在那邊肢體殘障 然後也是跳得很開心 然後在那邊唱歌 然後大家都 哇好可愛喔 唱得好好聽 就是這種稱讚有沒有 然後一到學校 為什麼我一講話 大家很驚訝 我在家裡 因為家人聽習慣了 都不會覺得怎麼樣 我去外面大家都很驚訝 然後就搞到我很害怕上台 我就覺得 為什麼大家都 大家都 覺得我聲音很奇怪 其實只是第一次聽到玩玩 沒有特別意思 可是就是 就是會讓我很害怕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辦法理解 反正我就是 對上台就是 很恐懼 我以前是 上小學之前 我是超級愛在家裡面 我以前表演 然後親戚來我們家 烤肉還是什麼 然後我就 我現在要表演一首歌 然後 然後就 哇潘家未來的明星喔 這樣子 然後結果 越大就越害怕 因為就是 見過世面多了 越來越害怕 澳門是有說你聲音很柔 可是台灣人講話本來就比較 語調比較柔一點 英文科 你們上台介紹的東西 小明又上去轉魔術方塊 就不用講話是不是 上台自我介紹本來就不人道 我覺得沒有人不人道 我覺得這是訓練你的一個颱風 這是訓練你的颱風 而且如果我今天聲音很正常 我可能也很 很享受上台自我介紹 因為我就是一個 表演慾望很強的人 我就是一個表演慾望很強的人 所以我上台應該是很開心 現在是my time my show time 我就很開心 可能會 一個霸戰麥克風不願意下來的那種 可是因為我的聲音 然後我看到大家 好像嚇到了嗎 然後就導致我很想趕快下台 我想找一個洞磚 為什麼大家都被我的聲音嚇到 我的聲音很正常 為什麼覺得不正常 那是因為你們聽習慣了 真的你們聽習慣了 上台自我的介紹 雖然很簡單 就講一下你是誰這樣子 可是我就是 就是很害怕啊 Mina今天的妝怎麼那麼久 我今天下手不小心太重了 謝謝太空的love 港澳也是有娃娃音的女生嗎 我沒有聽過耶 88一開始也是被我的聲音吸引到 欸? 只有88嗎 還是其實很多人都是因為我聲音很特別 所以 所以才關注我的 聲音很有磁性 我覺得我感冒的時候聲音很有磁性耶 我感冒 就是那種 鼻塞的時候 鼻塞的時候我覺得我聲音變得很有磁性 今年還沒有感冒 因為今年那個 疫情嘛 新冠肺炎 疫情很嚴重 我不敢感冒 一感冒的話被人家當是 是什麼 什麼 COVID-19就不好了 就是不敢感冒 希望不要感冒 開始直播之後才發現 喔對啊 其實我那時候剛要直播我很害怕 大家知道吧 我一開始直播的時候 都很害羞 聲音也很小 就 大家好 我是 我是真選聲 五號 叫潘茲儀 請多多指教 只是 一開始就是 因為我很 只是很怕大家不喜歡我的聲音 然後比較害羞 我一開始 對 然後很緊張 我現在還來彈一首歌 對啊 以前就這樣子啊 就很害羞 而且我不知道 要怎麼跟別人聊天 我是一個很不會聊天的人 我很難聊 一開始以為我是那種很兇的 不會 我超級不兇 現在每台是真台主 以前就是這樣子啊 就是很害怕 可是現在的話就是 越來越 越來越跟大家熟悉了 就會吵吵鬧鬧的 現在去回顧 感覺會反差很大 蛤不要啦 我覺得好丟一點 而且以前 以前比較嬰兒粉 雖然現在臉還是露露的 可是 跟以前比還是不一樣 現在都直接不演第十大家 我哪有第十大家啊 沒有 只是以前就是 害羞的時候本來就是會比較 然後就是 不好意思 就是 會比較多氣音 然後聲音比較小聲一點 然後現在的話就是 跟朋友 兄弟啦 直接 直接 扒下去了 就變得比較開 怎麼講 開放 比較豪氣一點啊 哈囉 晚安 小千 小千每次都被我嗆吧 啊不是一堆米粉都是抖M啊 現在炮火猛烈 哪有啊 我只是講話比較總肯而已 我講話一向總肯 拔下去 巴瑞 雞仔聲是我的特色 廣東話叫娃娃音 叫雞仔聲喔 雞仔聲 雞仔聲 這樣嗎 什麼 握手會不敢看你的眼睛 憨憨不敢看Akira的眼睛 在成員中也這樣講話嗎 對啊 對啊 你們就像是我的朋友一樣 我跟成員 也是朋友 所以我跟你們講話 跟成員講話是一樣的 就是有一點白癡白癡的 像我今天穿這樣子啊 然後 然後成員看到我就說 Mina你今天是青蛙嗎 你這個顏色是青蛙 然後這個是有沒有 青蛙的那個眼睛 他說Mina你是青蛙嗎 他說 對啊我就說 旅行青蛙 你要把我帶回家嗎 旅行青蛙都不愛回家 可是我要大家帶我回家 養我養我 我是青蛙 旅行青蛙 對啊就是 我跟成員講話就是這樣子 有點白癡白癡 跟你們講話一樣啊 倉鼠啊 你們就是我的好朋友啊 所以我跟你們講話也是白癡白癡 好煩喔 旅行倉鼠 帶我出旅行 難怪我跟熊妹那麼好 為什麼 因為都ㄎㄎㄎㄎ了嗎 他們有叫我表演土蛇吃蒼蠅嗎 不要叫我吃蒼蠅啊 敲蘿蜅 和心致美 前輩也是彩彩音嗎 熊蠅很ㄎㄧㄎisen 我熟了就炮火猛烈了 對啊 因為我跟我姊姊也是這樣的 我跟我姊姊講話 我們兩個彼此都沒有在客氣了 我們都沒有在客氣了 我們都很中肯 謝謝田中弟弟王的偷偷喜歡你 熊妹只要你推薦他怪歌 可以啊熊妹他需要多聽點音樂 謝謝佳豪的Kiss珠珠 你覺得有娃娃音都是史詩及稀有物種 有嗎?可是我覺得台灣娃娃音不稀奇耶 只是我那時候去澳門的讀書的時候 他們就覺得很稀奇 台灣女生講話都這麼柔的嗎? 其實沒有 娃娃音沒有很多 因為娃娃音超容易被討厭 但是我覺得娃娃音討不討厭是真的蠻看個性的 通常大家比較會討厭的應該是那種 就是娃娃音然後又很焦滴滴的女生吧 可是我其實沒有外表看起來那麼焦滴滴啊 我其實個性真的是蠻男孩子的 Mina這次有訓練握力要握爆你們了嗎? 有喔!我有在訓練握力 大家等著被握爆吧 一開始覺得怪笑 小千你果然你說出實話了 你果然一開始覺得我聲音很奇怪 有些人真的就是對娃娃音很感冒 很不喜歡耶 但是就沒辦法 我覺得 我不是一個會讓人家就是 看一眼就覺得很喜歡的女生 就是 一般人可能看第一眼會先以外表 就是 當然大家都喜歡長得親切長得好看的 那我的外表可能不是大家看第一眼會覺得很喜歡 可能 大家看第一眼會覺得 這是人類嗎? 他為什麼 臉頰多兩塊肉怎麼長得有點像倉鼠 很像怪怪的 一講話 這個聲音是 這個聲音是倉鼠嗎? 怎麼那麼尖 就是 不是讓人家第一印象會很好的人 可是 我希望是大家願意花時間去了解我 了解我的個性 知道我不是那樣子的人 這是假人 假人 假人怎麼會動 覺得一眼就很可愛 我長得很 很像動物啊 因為嬰兒肥 不要再表演了 我表演什麼 我沒有在表演長鼠 我只是 本來就長得像長鼠 我 看我的照片吸引到去看我的直播 我一開始就是打算用一個照片 騙人的騙的方法 去騙大家 我一開始就故意塑造我很帥氣的形象 然後真的有人被我騙到 謝謝空空的掌聲鼓勵 看到本人才覺得是天使吧 真的 大家要看本人 真的直播會看起來臉特別圓耶 因為直播就很近嘛 很近看留言就會感覺臉很圓 可是本人看就其實沒那麼圓 雖然也是比一般人圓一點 我就是圓臉嘛 對 但是沒辦法是天生的 但是就比起直播 我覺得本人比較好看 米九一開始真的以為我很帥才去看 蛤 結果發現我不帥有想要退坑嗎 哈囉 陳婉安 下禮拜可以看到本人 欸 下禮拜 下禮拜就握手繪了嗎 啊 mini console 對不起 是mini console 對啦 忘記了 哎呀 笨笨的 小天也被帥氣騙 但是帥氣確實是我一開始想給大家的形象 但是我那時候其實就 我就知道 我一開口說話一定會讓大家幻眠 所以我那時候要直播的時候我就非常擔心 我想說完了 大家一定以為我是很帥的 可是我一講話可能就 大家會很難接受 這個Mina是真的Mina 記不起工作 下禮拜mini console 哈囉阿薇薇晚安 我一開始就認知我是邪心 哪有阿 我一開始明明就是音樂小精靈 邪心真的是 是你們 你們養成的吧 雖然我一開始 我在家也是蠻白癡白癡 但是我 我本來是想要走王道偶像路線 可是我好像藏不住 我一直被你們誘導出我的那 搞笑的那一面 音樂精靈黃韻鈴 我是搖滾甜心可以嗎 我是搖滾甜心Mina 不是搖滾甜心Mina 連自己名字還講錯 村子裡就很好笑 村子那沒辦法 因為村子是一個 我覺得就是被村子影響了 可是我本來還想要隱藏我這種 有種傻呆呆的個性 因為我真的是蠻呆的 謝謝太空的掌聲鼓勵 我本來想要隱藏 因為表演的話 都沒有說話 大家也看不出來嘛 然後我就是想要維持 我那個帥帥的形象 但是從村的節目 村是一個 算是類似實境秀的那種節目 他就激入我平常 我太激動破眼了 他就激入我們平常的 最生活化的一面 那我就沒辦法隱藏了 因為其實說真的私底下 我真的就是 真的就是那種呆呆的樣子 所以那時候就被大家發現 原來Mina呆呆的 謝謝強大聲鼓鼓的樂福 他小巨蛋演唱會的時候 還不認識提皮 真的喔 所以原來阿賢是 小巨蛋演唱會之後 才開始關注我們的 為什麼會只對我有印象啊 可是我那時候 應該沒有特別說什麼話吧 有一個小小的MC的部分 對嗎 藏得了一時藏不了一世 搖滾甜心是一款香水 我不知道我沒有在用香水 小千一開始沒聽過這種聲音 會覺得哇哦 哇哦 是 amazing的感覺嗎 本性完全被村直播開發 真的藏不住耶 哈囉震動玩 謝謝賈魯特的玫瑰 被多多追的Mina很可愛 你們有看過多多追我嗎 謝謝家豪的真情告白 謝謝爸爸愛的抱抱 當下才知道還有這種聲線的人 真的其實好像 我是 讓大家大開眼界 原來世界上有這種生物喔 世界上有這種生物喔 像 之前也有成員跟我說過 就是說 真的是 我是他們人生中 第一個遇到 講話聲音這樣子的人 但是也有一些成員說 他們也有認識 娃娃音的女生 但是我可能是很多人 人生中 第一個聽到這種聲音的 然後還有 也有成員說 我呢 第一次看到呢 有人呢 就是 臉是 這麼有肉喔 像一個倉鼠一樣 可是身體這麼瘦的 因為我真的是 骨架蠻小的 我就說直播看起來比較胖 因為我就是臉裡面很吃虧 但是有成員跟我說過 真的 我是 他們第一次遇到 有人怎麼臉可以這麼肉熟 就身體那麼瘦的 很特別 我不知道要 要開心嗎 這是稱讚還是什麼 很特別 我也希望我的臉可以符合我的身體比例 但偏偏就是不行嘛 他就是 嬰兒肥子 瘦不下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柏林的聲音 反而你身邊很多女生都是這種聲音 真的喔 可是我很羨慕柏林的聲音耶 我覺得很特別 柏林的聲音很特別 有很多女生是這種聲音嗎 柏林的聲音比一般女生低很多耶 日本女生很多這樣 可是台灣的話好像比較少 台灣女生都感覺好瘦喔 88看起來很瘦 但還不是有鮪魚肚 但是臉瘦就好阿 臉瘦就看不出體重阿 打嗝了 很特別算是好事嗎 我希望我的嬰兒肥可以瘦下來 臉原是稀有屬性 臉原不是稀有的阿 很多人都是圓臉 可是有兩塊臉頰露在這邊是比較稀有的 就是我這裡很多肉耶 不要瘦臉 可是不是說女生過了25歲那個什麼膠原蛋白會流失 然後臉就會開始變瘦嗎 不知道耶 我今年快要24歲了 看會不會變瘦 我變瘦就不是我了 不會阿 變瘦我還是我阿 我還是那個呆呆的Mina 還是那個 還是那個娃娃的Mina 雖然我有可能變老了聲音也會變 不知道耶 未雨綢繆的臉頰 我一直擔心 你們一直擔心他會變瘦 可是我也希望他變瘦耶 長大臉就會變瘦 小孩子臉才會圓圓的 難道是因為我還沒有長大 我還不夠成熟所以 所以臉圓圓的 如果過了25年還沒有變瘦 就是不會變瘦嗎 怎麼有點悲傷 聲音頂多稍微低一點 有耶 其實我不知道 我現在聲音是不是有比以前低啊 感覺有耶 不知道是不是現在聲音有比以前低 但也有可能是以前比較害羞 害羞的時候緊張聲音會高一點 也有可能 才要六歲是能長多大 你們不要一直把Mina當六歲啦 感覺我以前比較沉穩 什麼 以前還比較沉穩 你說情緒的部分嗎 以前比較沉穩 因為我在壓抑自己 然後現在就不壓抑了 就瘋狂有沒有 就不沉穩 變得有點瘋癲 我會怕醜嗎 會啊 以前都很害羞的 怕醜啊 可惡 舞當感覺我以前很含蓄 我就說我以前想要塑造我 這種王道偶像的感覺 然後只有殊不知春直播之後 就崩壞 現在有本性演出 對啊 因為我已經習慣跟你們聊天了嘛 等會再來看以前直播 不要啦大家不要 現在是打開了某種開關 我也覺得我被打開了某種開關 然後變得吉利呱啦吉利呱啦 一個半小時直播 我一個人一直吉利呱啦講不完 我怎麼話那麼多 常常講講 怎麼會超過一個半小時 已經十點半了嗎 不知不覺時間就過去 我就想說我以前話有這麼多嗎 因為我是一個很不愛講電話的人 我以前就是 都覺得我媽話很多 她就是可以一直打電話 一通接一通 她就一本厚厚的電話簿 然後這個打完打下一個 然後就可以講電話 一直戰線 講一整天 我就想說怎麼可以那麼多話啊 因為我跟我爸比較像 就是那種話不多的人 也不太會跟朋友打電話聯繫什麼 就平常沒事 沒重要的事情 不會去打電話 所以我一開始就很不會聊天 我就想說直播我要跟大家聊什麼 然後要準備 想說這是直播 我要想哪些話題跟大家聊 都要做很多準備 那現在的話不用了 現在就是 一開始我吉利呱 一個人講沒完耶 可以講一個半小時 一口水都沒喝 我一個人一直講話耶 你們全部留言應該都沒有我講的話多 而且其實我講話的語速算 算蠻快的 算快啦 但是我覺得快 快的話沒關係 口齒清晰很重要 我覺得我口齒還蠻清晰的 沒有那種講話韓文 很快聽不懂 我當時跟雲爵連播的時候 我反而畫算多 因為雲爵畫更小啊 而且我在春的時候已經開始變得壞 慢慢變多 春的時候開始 找到新技能 語速很快嗎 應該練rap練了啦 哈囉王子狗狗晚安 原來我有準備過 有啊 我一開始 要做直播的時候 每次都要想 這是自我介紹 我要介紹什麼 東西 然後都直播的時候 有時候你們看我 這可能還在看我的 我的腳本 就可能有時候會 有那個盾拍 就這樣看一下 然後 我現在想要聊聊 關於我的星座 我覺得獅子座的人是怎麼樣 那你們是什麼星座 就是有點 有點自私化的去想這些事情 那現在不會 我現在就是 就是愛說什麼就說什麼 就是你們要跟我聊什麼 我都可以聊啊 不像以前就是 那麼一般一眼 結果後來就被你們帶走話題 可是我可以再帶回來啊 我有時候就是會自己有沒有 有時候突然 我今天撲梗撲了那麼久 我就是為了要宣傳 這個我們 什麼無糖豆漿好喝 就是有時候會自己轉回來 這樣子 這也是我覺得要靠訓練的 連內衣都能聊 沒有我那是口誤大家 我那是口誤大家 請忘記了 忘了他 這樣說真的很好奇 以前的直播 不要啦 忘記了忘了他 我要催眠你們忘記 123 Jackson 怎麼沒彈出聲音 再一次 123 Jackson 怎麼今天很沒有聲音啊 再一次 123 Jackson 忘了嗎 忘了 耶 催眠成功 Magic 很久沒彈紙都不會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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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誰 我是搖滾天心 沒彈 被催眠了 你們被催眠了 你們通通都是我的粉絲 一個都逃不了 為什麼我穿著荷葉 因為我是青蛙 你們知道嗎 旅行青蛙就是要拿荷葉當我的傘 撐著下雨天了 誰沒帶傘 我來幫你撐傘 荷葉蛙 忘記 以前的Mina很可惜 蛤 忘記啦 青蛙法庫呢 對齁 對齁 奶奶 青蛙法庫 不知道在哪裡 要去找一下 今天沒有準備 可是我今天真的很像青蛙耶 呱呱 這隻青蛙不會游泳 青蛙游泳是用什麼 蛙式 蛙式 我剛剛怎麼會突然出現蛙爬式 因為我想說狗是用狗爬式 青蛙應該是用蛙爬式吧 然後突然發現有蛙式 原來奶奶在嗎 奶奶在偷看我有沒有偷說她的壞話 蛙爬式是什麼 蛙式啦 我很像空島的居民 空島 空島居民頭上都會長腳是嗎 蛙鼠是什麼式 蛙鼠是什麼式 蛙鼠是鼠爬式 蛙式其實也不好游 我覺得蛙式 蛙式 自由式 蝶式 狗爬式都不好游 因為我一樣都不會 欸游泳好難喔 我不會游泳啊 好難喔 每一個都很難 好久沒有聽到奶奶的歌聲 奶奶今天不能現身 居然是都不會 我就汗 汗鴨子 你們國小是從打水開始 我游泳課是國中才接觸的 養飾很簡單 放鬆就可以飄在那邊 重點就是我很 我很怕 我很怕水啊 我就沒有辦法在水裡放輕鬆 奶奶要唱歌沒有 我今天不會讓奶奶唱歌的 嗯 你都會可是新增了蛙爬式和倉鼠式 沒有蛙爬式我講錯了 Mina下手會沉下去把那麼瘦 游泳圈不夠是嗎 叫我蛙屎 我不愛游泳 奶奶安魂曲是什麼東西 奶奶安魂曲是什麼東西 好啦現在差不多 差不多時間了 我先來念個排名喔 巴巴肚子的游泳圈要分我 不要啦 不要啦 這樣子我就不能穿泳裝了 我可以靠臉頰上的浮球浮起來 喔 說的也是耶 我應該滴水之後還可以在這裡 用鼻子呼吸 臉頰的浮球 謝謝太空的掌聲鼓勵 巴巴把游泳圈分我 那巴巴肚就沒有游泳圈了 我想看巴巴的游泳圈 謝謝茄子的Kiss Juju 大家都要分脂肪給我 不用了我已經很多了 終於發現臉頰作用 原來是 溺水的時候可以幫我救命 謝謝空空的掌聲鼓勵 滑滑來溫雨 其實這才晃不容易 倉鼠迷惑是什麼啊 好,我來念排名喔 今天的第13名是茄子 謝謝茄子 第12名是強大生叔叔 謝謝強大生叔叔 11名是太空 謝謝太空 第10名是爸爸 謝謝爸爸 第9名是富偉哥 謝謝富偉哥 第8名是田中滴滴王 謝謝田中滴滴王 第7名是Champing Nick 謝謝Champing Nick 第6名是安妮 謝謝安妮 謝謝安妮 第5名是 這個是家豪 謝謝家豪 第4名是羊熊 不是羊熊 羊熊怎麼很 第4名 是熊熊 謝謝熊熊 眼睛也壯重啊 第3名是Akira 謝謝Akira Akira的頭貼是什麼 是女神封的Mina呢 第2名是夏娥 謝謝夏娥 第1名是蘿莉郎 謝謝蘿莉郎 Yeah 那謝謝大家 收看今天的直播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家好玩果拉窩晚安 茄子晚安喔 我會更有自信的 下禮拜見了 拜拜爸爸羅力郎晚安 空空晚安 天天晚安 吐司吉晚安喔 名利晚安 孝賢晚安 Rock晚安 浩浩晚安 孝賢晚安 博弈晚安 猪晚安喔 大家掰掰囉 那猪咪 那我要露我的頭 找一個可愛的知識官播